文化大革命过去55年了,对于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运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了两个决议做了定性,但是,对于这场历史无论怎样,它抹不去,也绕不过。 到底如何给文化大革命下定义,目前讨论也算是比较激烈,因为立场不同,所以各方的看法也不同。 让狼与羊对同一件事情做评价,也是讲不到一块儿去的,因为,狼说是道理,羊却说是谬论,狼说是浩劫,羊说是革命,狼说是动乱,羊说是民主,狼说吃人是应当,羊说吃人是罪恶,狼说强掠是英雄,羊说强掠是无耻,既然争不出个结果,那么官方又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呢? 在官方的解释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 那么这场运动究竟是如何启示的,又是如何诞生了红卫兵这一特殊群体呢?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什么呢?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要反修防修,无产阶级政权要摆脱政权更替的周期律,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为了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特权和官僚主义等现象。 毛泽东曾说,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 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而另一种说法,则被后世普遍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造成了三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造成了三四千万人死亡。 所以他就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也唯恐自己死了以后像斯大林那样被清算。 所以,他就要发动一场大清洗,来维护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死后的地位。 于是毛泽东在1966年5月16日出台的《516通知》,以反苏修反美地为口号,以革命名义攻击走资派,尝试重回党核心。 对于这两种说法的准确性,大家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登上了舞台,开始了他的表演。 而首先出场的就是中学、大专院校的学生们开始造修正主义的反,他们还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呼——红卫兵。 最早红卫兵这个名称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名学生的笔名,意思是保卫毛泽东的红色卫兵。 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班在大字报上开始使用。 等到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他学校学生张贴的大字报也纷纷开始以红卫兵署名。 最终红卫兵发展成为团体组织,每个学校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 他们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袋,左臂配红袖标, 手中拿着毛泽东语录,口中时不时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红卫兵运动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迅速席卷全国。 这与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连续八次接见超过一千万红卫兵分不开。 1966年8月18日,北京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 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 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讲话中号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会上发言的群众代表有北京大学的聂元子以及各地的大中学生代表。 北京师大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秀章。 会后,毛泽东检阅了游行队伍。 在检阅过程中,他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 到了月底31日,毛泽东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乘敞篷汽车绕天安门广场一周, 第二次接见了50万名各地红卫兵和师生。 车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后,在人群中间缓缓而行。 毛泽东不时向人们招手致意。 原本席地而坐的红卫兵见到后情绪激动, 手中挥舞着毛主席语录,不停呼喊毛主席万岁。 后面的人为了更真切地看到毛泽东拼命往起跳往前拥。 担任警卫的部队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 竭尽全力顶住人潮维持着通道。 即使这样,有些地方仍被拥挤的人潮堵塞了通道, 迫使车队不得不停下来。 之后在9月5日、10月1日、10月18日、 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5日多次接见红卫兵, 共计达到1100至1300万人。 也正是因为这八次接见,使得各地的红卫兵士气大涨, 从而促使文化大革命迅速在全国范围展开。 红卫兵在当时所造成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 他们忠心不二, 因对毛泽东的崇拜狂热过激, 导致了盲目和极端,犯下了沁竹难输的罪行。 在这一期间, 红卫兵以大自暴、大批斗、 破四旧、抄家等手段来践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宗旨。 比如在破四旧的运动中, 本意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但渐渐却发展得越来越畸形。 他们开始砸教堂、导庙与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 有数据统计, 文革时期破坏的文物远超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 破四旧过程中, 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盛行开来。 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 以后逐步遍及工商业者、 上层民主人士、民作家、民演员、中学教师。 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也被抄走, 许多图书唱片被销毁。 一些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 民演员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 直到1968年进行的红卫兵大联合, 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 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 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 是有寻一支文革的电影。 最后未经许可, 有关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